好那么针对学生语言霸凌同学 校方没有积极处理 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的权益 另外安心上工就业问题 校方也没有明确说明 工作项目造成双方的误解引发纠纷 以及原住民族语推广议题 那么县议员李正文也提出多项的建议 要请县政府能够加以的重视 针对花莲体重学生向县议员李正文陈琴 在校霸凌的事件 校方并没有针对学生就学的权益 早想要求教育处能够重视学生的权益 另外国风国庄安心上工就业的问题 也提出咨询 县议李正文同时也向原民族提出建言 足以推广部分 可以利用教会的环境空间来设计课程 是被害者的学习的权益 事实上现在被害者的家属 也已经在回应了这样的问题 他担心他的小孩子真的走不出去 更甚至可能休学 我想学校愿意看到我们的学生 是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道路开始的时候 就碰到这样的一个遭遇 让他没办法自处 我觉得这个学校要自己 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当议员的更是择武旁贷 要协助这样的一个学生 让他能够重回校园 再重新出发 为自己未来的学习的路上 能够更平稳 是我们不管是学校 或者是公部门 就应该 朝着所谓的同理心的 这个心态去思考 而且再来 你在面试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工作讲得 非常的清楚 再来 在你的工作提报的计划里面的工作内容 也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 放入你的工作内容里面 事实上你说对这样的一个 即使安心上工的老公朋友们公平吗 我觉得这个是学校真的要检讨的地方 所以我要强烈的要求 我们教育处要即刻介入调查 到底现在如何处理 学校为什么如何 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安心上工的朋友 建议我们县赴圆明处 有没有可能朝所谓的 所谓教会 办理所谓的读经 圣经 读经或圣歌的这个竞赛 透过这样的竞赛 然后让我们的教会 在这个推广我们主义的部分 更能够让我们普罗大众 能够了解他们在这一块的努力跟圣根 建议李中文表示 学生就学的圈运和安心上工的问题 希望教育处能够做好妥善的处理 也还给学生们安心就学 以及上工人员安心的上班 记得终于观世伯道